好 接下来看到在台中 这一名26岁的杨敬逸销 随着实习就很喜欢玩遥控飞机 所以当兵加入消防疫之后呢 把自己的兴趣结合了救灾 就利用遥控空拍机 让空拍机飞在灾区上空 就能够协助救灾人员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掌握灾情精准的分配卷地 2月底台中无日清航机坠机案 救难人员必须涉水才能抵达意外现场 但出动空拍机 几分钟时间从天空俯瞰 飞机残骸一览无遗 搜救人员还没有到 空拍机先到 换个场景 2月初台中大度新农化工厂爆炸案 出动空拍机协助救灾 从天空往下看 浓浓黑烟全面火势有多大 一清二楚 但光从平面看 只能看到局部的熊熊大火 空拍机加入救灾行列 会帮助救难人员掌握灾情 有效节省时间 快很准 而操控空拍机的就是他 我们的画面提供可以让现场指挥官 第一时间能知道说 我们整个燃烧的范围大概多大 那会不会再烟烧 26岁的台中易小杨冠威是操控特技飞机的好手 曾经代表台湾参与国际比赛 随心所欲控制遥控飞机 一会上一会下 他把以前操控特技飞机的兴趣转为救灾 遥控直升机这种特技的飞机大概玩了13-14年有了 这中间因为有去做消防医 那参与过蛮多救灾 空拍机稳稳飞在灾区上方 就像救难人员的眼睛看得更远更广 让救难人员能够精准分配人力挺进灾区 从四年前开始 中部地区重大灾情包含火灾爆炸案 都能看到空拍机好手杨冠威的身影 BBA新闻持书嫌黄子倩台中报导